本周四,也就是10月22号,美国总统大选第二次辩论将会如期而至,如果不出意外,这将会是投票前的最后一遍。 鉴于第一场辩论沦为幼儿园吵架,第二场辩论被特朗普放鸽子,所以,这场辩论,主办方也是做足了准备。 同时,民主共和两党在辩论前已经在场外开战了,本周四的总统辩论依旧为90分钟,分为6个环节,每个环节15分钟,主持人将以提问开始每个环节。 拜登和特朗普可就6个问题分别由2分钟作答。 此刻重点来了,当一位候选人作答之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被记音,可以想象,特朗普可能会因此上演现场直鳖。 这还不算完,静音麦克风只能在两分钟作答期间有奇效。 但是,在两分钟互相作答后的自由互变时间,双方麦克风都会处于可用状态。 所以,此刻主办方又出了起招,如果任何一方打断对方发言,将会被扣减时间,这可真是致命杀手锏。 主办方的这些规则可以明显看出是招招针对特朗普。 于是,共和党特朗普阵营坐不住了,开始对辩论时的话题动起了心思。 特朗普的竞选经理施特平在给总统辩论委员会的信中表示,外交政策必须成为第三场辩论会的焦点。 但根据NBC公布的辩论议题,本场辩论将围绕美国家庭、美国种族、气候变化、国家安全以及领导力来展开。 但特朗普一方指控拜登不惜一切回避有关他自己外交政策网季的话题,并指委员会在试图将拜登从他自身的网季当中抽离。 他还在信中指责,总统辩论委员会这些支持拜登的滑稽戏已经将整个辩论季变成一场大惨败,怪不得公众已经对他的客观性失去信心。 结果,民主党的拜登阵营也不能忍了,直接回击道,试图回避问题的是特朗普吧。 拜登的全国新闻秘书达克罗向公众透露,两方阵营和委员会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同意,辩论主持人将会选定议题。 结果,特朗普阵营现在却撒谎试图改变议题,因为他害怕面对更多有关他对新冠病毒、灾难及应对措施的问题。 这明显是只关注辩论本身及规则,而根本不是想在帮助在危机中的国家找到所需要的帮助。 由此可见,真正的总统辩论还没开场,两方阵营就已经在台下开启了唇枪射战的模式,这还不算完,在竞选造势活动中,双方也是较足了劲。 第二,特朗普方面,完全开启空中飞人模式,每天乘坐转机飞到不同的城市演讲,而且演讲已经不够劲爆。 于是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和内华达州的集会现场直接跳起了热舞,小编不得不佩服,这个70多岁的老头体力惊人啊。 不过,活力全开的特朗普依旧是口不择言,比如,曾一脸真诚地表示,自己的小儿子15秒痊愈新冠肺炎,完全没有感受到生病是什么滋味,这给民众带来的误导实在是有点大。 还在内华达州的竞选集会上表示,和世界上最糟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我要是输了,真的很没面子,可能考虑离开美国。 结果,聪明的拜登更狠,直接怼了回去,批准了,并且还以此给自己打起了广告。 宣传语则是,如果你不想再见到他了,就投我,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 现如今的民调显示,随着特朗普一番操作,拉回了1%的支持率,可是,拜登依旧以51%对40%遥遥领先。 但是小编之前也说过,投票总数并不能代表会最终胜选,主要还是看那几个关键的摇摆州。 并且,来自遥远东方的神秘民调机构义乌指数显示,今年的销量依旧一边倒得偏向特朗普,所以悬念十足,一切都要看11月3号的投票结果了。